西游记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一转眼的功夫已经是五百年后 如来佛祖感叹南善不周 人们贪饮乐祸 罪恶深重 特地准备了法论经三藏真经 共计三十五部 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用以消除罪孽 佛经准备好了 如来又派出观音菩萨 去南善不周找一位取经人 好把这三藏真经带回去 临走之时 如来授予观音五项宝物 分别是锦兰袈裟 九环西杖 锦箍咒 金箍咒 以及金箍咒 用以帮助取经人 观音从犀牛荷州出发 一路向南善不周行进 先是在流沙河遇到一个妖怪 这妖怪原来是卷帘大将 犯错之后被驱逐到此 从此就经常吃人 之前还吃过九个取经人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赦免了他的罪行 并且给他取名叫杀物镜 让他在此地专门等候取经人 接着观音菩萨又在福灵山的云栈洞遇到了一只猪腰 这只猪腰原来是天鹏元帅 犯错之后错头胎成了一只猪 从此也是经常吃人 为非作歹 观音菩萨又宽恕了他的罪行 给他取名叫猪物能 也让他在此地安心等待取经人 又过了不久 观音菩萨又在路上遇到了西海龙王敖润的儿子 他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 即将被诛杀 菩萨又救了这条玉龙 让他在应酬剑之中等待命运中的取经人 最后观音菩萨经过了五行山 让孙悟空也安心一点 等待命运中的取经人 那安排好了取经的四大护法 观音菩萨这才来到南善布州的大唐国长安城 开始了真正的寻找取经人之旅 有心的你或许已经发现 菩萨找的这四个人 全部都是有罪之人 而这次的取经之旅 对于他们来说 正好是一次修行 介意消除罪孽的过程 那么取经人 会不会也是个有罪之人呢 咱们下回分解